学口琴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的人可能会说 学口琴最重要的是老师 好的教学什么什么 我跟你讲 学口琴尤其是布鲁斯口琴 最重要的是范奏 因为我们时空口琴 它是一种单声步的乐器 也就是说它虽然可以吹出一部分和声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它的演奏都是单声步 而且在演奏单声步的时候 它的灵活性以及它的乐剧表现力是最强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口琴就比较依赖伴奏了 那么萌萌今天为大家带来了 一千多首伴奏合集 而且是分出了风格种类 蓝调风格 爵士风格 流行曲风格 以及各种各样的风格 那目前蓝调风格的伴奏呢 有六百多首 爵士乐曲目与一些练习的伴奏上传了一百多首 后续还会上传很多 那我的流行伴奏呢 是库存量最少的 目前只有一百九十多首 如果大家有四藏的口琴伴奏 也欢迎你们分享到我这里来 我会把所有的伴奏 整理分类 共享给大家一起使用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萌萌在这里分享的伴奏呢 都是从网上搜集下来的 不建议大家商用 如果个别曲子有涉及到侵权 可以联系我来删除 那我分享的这些伴奏 该去哪里下载呢 我准备了两个途径给大家 第一个是网易云的播客 大家可以从网易云音乐 搜索蓝萌萌 关注一下 然后找到我的个人主页 点击我的播客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伴奏分类 那么这第一种方法呢 是为了方便大家浏览收听 如果大家想把这些伴奏资源 统一打包下载呢 我给大家留了第二套方法 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一下 公众号 蓝萌萌 关注一下 然后在公众号内输入口琴铃声 流行伴奏 蓝调伴奏 爵士伴奏等关键字 来获取下载链接 那么这是我首次分享 我的口琴学习资源 后续呢 我还准备了很多很多干货资源 等着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一下 那么如果这些伴奏资源 对你有帮助呢 还望大家能够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赶紧找出你喜欢的伴奏 一起来玩口琴吧 我是蓝萌萌 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